老头钓鱼几十年,是周边村子当之无愧的销关 他有一个大家没有的至上秘籍 就是每次在钓鱼前,都会给湖里倒一杯酒 以此告天告地,保证自己好运连连 今天,老头一如既往,倒了酒,抛了网 坐在湖边等着鱼上钩 怎料,今天的鱼网空空如也 没有鱼,却捞到一只销 他甩两下销,把小虾蜜塞在了嘴里 随后,再将酒倒进湖里 惊何鬼天神 当那实在无聊,老头弄起了竹销 可这吹了一下就无任何声响 转手,销就被扔在地上 忽然,躺在地上的竹销传来美妙的声音 老头左看右看,发现周围并未有人 等他上前捡起竹销,声音却戛然而止 可没一会儿,销里又传来声音 这把老头吓得大惊失色 以为见鬼了,一个条件反射 竹销就进了水 老汉还在心慌时 一个少年狼吹着竹销从远处走来 原来你在这儿闹鬼 老汉须惊一场 想着今天颗粒无收 急忙坐到杆子前等着鱼儿上钩 按照习惯,他刚准备把煤酒倒进湖里 却被少年狼阻止 嘴里嚷嚷着,把酒白白喂了虎实在可惜 老头说他不懂,往日自己能够一事无忧 都是天地保佑 小伙不以为然,劝说老头不用太执着 万事心诚则灵 话是这样说,但老头是靠着捕鱼为生 现在如果没了鱼,就是断了生活费 小伙不忍,说要给老头赶鱼 只见他吹着销,湖中的鱼就像着了魔 纷纷往鱼网中游去 本来老头不信 小伙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技术 等他将鱼网捞上来 发现自己怕怕打脸 因为今天打捞上来的鱼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等他抬头感谢小伙 却发现人已经消失 自此以后,小伙就成了老头的座上宾 赚的钱也让自己生活更加宽裕 两人透过相处成为至交好友 一天晚上,两人一起喝酒聊天 老头突然想起来 彼此认识时间不短了 却一直不知对方的名字 只剩想小伙支支吾吾 半天开不了口 这整的人郁闷 他才说自己不是人 老头迷糊了 以为是小伙犯了错对自己过分否定 这什么话 不是人 谁 小伙 我 我是鬼 老头顺着话茬 挑看小伙是酒鬼 到最后他还以为是开玩笑 可当小伙一脸认真说自己是水鬼 老头活了一辈子 哪遇到过这种事 说啥也不愿相信 小伙让他摸摸自己 一瞬间小伙就像隐了身 这下老头信了 他一下子软了下来 以为自己大陷已到 所以水鬼找上门要了结自己 想着这几天相处的情分 他告诉小伙可以动手 老哥不怕 原来小伙生前没事喜欢喝两重 某天一个不注意就当场溺死 算来他已经当了三年水鬼 马上就有替死鬼出现 自己就能在世为人 小伙连忙解释不是老汉 明天早上 替死鬼会出现在湖边 而自己也将解脱 只是两人这一别就不知道何时再见 于是小伙今日才会道出实情 以做最后道别 次日老汉突然醒来 发现小伙已经消失 他急忙来到窗户边查看 竟发现干女儿小张 他想起昨天水鬼说的替死鬼一事 上前拦住孩子让他快逃 不论老汉跑到哪里 水鬼就紧随其后 他带着小张绕了一大圈 再回到屋子 却发现小伙端坐堂中 他让孩子快走 自己留下应付 等老头再返回 发现小伙已经消失 他在屋里思索半天 总觉得对不起小伙 于是幸幸来到屋外 看到小伙当即叫脱下外套 说要替闺女小张死 以此来成全小伙的在世为人 小伙深受感动 如果能够再与老头这个知己 相处三年也未尝不可 三年里小伙过足了酒瘾 每日都在老头灌酒的时候投喝 一老一少相处相得益彰 很快三年期限来临 上头交代小伙的下一个替死鬼 即将复任 这次小伙让老汉跟自己站一起 老头表示绝对不捣乱 老头忍不住问水鬼 下一任是谁 他说天机不可泄露 次日一对披麻带笑的母女赶了过来 在窗边目睹一切的老头 急得来回踱步 一面是好友的人生大事 一面是两条人命 老头心里有了判断 他抄起斧头将门砍破 等出来发现富人抱着 嗷嗷逮捕的小孩 沿着原路返回 他这才放下心来 可对于小伙无法脱离苦海 又是满心酸涩 一个人坐在湖边吹消排解心情 水鬼现身 说刚刚的母女 本该分别成为自己的替死鬼 但自己终究很不下心 于是暗中捣乱 让两人好好生活 老头一听大喜 急忙端起酒杯 要敬他敢做敢当 并且宽慰小伙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他做的所有事情 老天都看在眼里 会有善报的 第二天小伙就嚷嚷着 有好消息 老头问他怎么了 还以为是又找到了替身 这回可不是 是上天有眼 看到小伙当水鬼的几年里 兢兢业业从未伤人 于是特地提他 做当地的城皇 明日便要上任 老汉对小伙成神 异常兴奋 这真是好鬼有好报 不仅小伙的善行被奖励 老头也有上天的恩赐 只是天机不可泄露 一切要等第二天才能揭晓 历日 小伙成了城皇赶赴上任 他赶忙给下面的老汉招手 但想着有爱形象便放下手 转而抛下一个画轴 上面写着 为善最乐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